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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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榜第三位 魔国志之黄金之乱 东汉末年乱世风起云涌 张角手持风盾田书 蛊惑人心 妄图改朝换代 为救民水火 曹操刘备的忠义之事 以狂服汉世为己任 欲在乱世建功立业 于是与国家关羽 祥乡组成五人组 结伴而行 一路披荆斩棘 最终与张角决以死战 乱世五人组能否成功 且看魔国之之黄金之乱 待你立场乱世之劫 话题榜第二位 潮州帮 中国第一部 以潮汕人为题材的电影 让你明白何谓 兄弟情义 同乡情义 再见你立 颤抖到底 潮汕精神 比山高 比海深 喝了这杯茶 就是自己人 让漂流在许久的潮汕人 体会到了乡丑 没有什么比家仙更美 没有什么比同乡更亲 潮汕人自己的电影 潮州帮 必须定气 话题榜第一位 特工小萌七 当冷貌英俊的 M国特工陈凯伦 遇上迷糊女大学生 李梦黎 两人会擦书 什么样的火花 一次任务中 二人相遇 奈何阴察杨错见 误会重重 欢喜冤家 就此诞生 不能暴露身份的 霸道特工 何物以为 他是不乏分子的小迷糊 在纯一样的大学校园里 他了一场 不可思议的恋爱 到底二人能否终成眷属 答案尽在特工 小萌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热榜内容 更多电影资讯 请关注 火星电影 情报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